宋东阳马生去 宋莲 与幼时即逝学 家贫 无从智书已关 每甲介于藏书之家 手字笔录 继日已还 天大寒 厌兵间 手指不可屈身 扶之待 路壁走送之 不敢烧鱼约 已是人多以书甲鱼 鱼应得辩官群书 继家官 一目圣贤之道 又患无朔师 名人与游 长驱百里外 从乡之先达 直经叩问 先达德龙望尊 门人弟子 田骑士 未尝 烧祥慈色 于历室左右 圆宜至理 俯身 轻而以轻 或于其赤多 色欲公 礼欲智 不敢出一言以赴 似其心悦 则又请焰 顾鱼随鱼 足 获有所闻 当鱼之丛师也 妇妾夜喜 行深山巨古风 穷冬烈风 大雪树枝 祖父军烈而不知 智舍 四肢将近 不能渡 应人池汤 卧患 以亲拥父 久而乃和 御逆旅 主人日在寺 无鲜肥滋味之想 同社生 皆披起绣 戴诸英宝氏之貌 要白玉之环 左配刀 右配荣袖 亦然若神人 鱼则运袍衣 处其间 略无目宴意 以中有足乐者 不知口体之凤 不若人也 盖于勤且奸若持 今虽冒老 未有所成 由姓欲君子列 而成天子之宠光 对公卿之后 日事作备顾问 四海 四海 亦秘称其世明 旷财之过于愚者 今诸生 学于太学 现官日有 领烧之贡 父母岁有 求格之位 无动 无动 美之患 坐大厦之下 而送诗书 无奔走之劳 有思业 博士 为之诗 未有问 而不告 求而不得 这也 凡所已有之书 皆及于此 不必若 愚之手 甲诸人 而后见也 其业有不经 德有不成者 非天智之悲 则心不若愚之专耳 其他人之过哉 宗阳马生君子 在太学已二年 刘备甚称其弦 于朝经诗 生已乡人子业余 转长书已为志 慈甚畅达 语之论辩 言和而色疑 自为少使用心 以学甚好 是可谓 善学者已 其将归见其亲也 于顾道 为学之难以告之 为于免乡人 以学者 愚之志也 以我夸 寄欲之圣 而交乡人者 其知愚者灾 请不吝点赞